歡迎回到博恩夜夜秀 博恩博恩這邊3 2 1 你在幹嘛啊 完美落地啊 跟你講今天是這個 翁華女籃的傳奇要來 我在練習投籃 所以你剛剛丟的是什麼 我剛剛用過的衛生紙 噢 在幹嘛啊 而且各位觀眾 她真的投進了 呃 各位觀眾我們今天的來賓呢 是台灣第一位嘗試進軍美國 WNBA的女球員 她在退休之後呢 也繼續使用她的影響力 來改變我們的社會 讓我們來掌聲歡迎漂亮寶貝 錢維娟 歡迎來到博恩夜夜秀 哈囉大家好 我是錢維娟 呃 你現在還是有不斷的在訓練嗎 呃嘴巴 嘴巴訓練 對 因為球場上退休了之後 現在當教練 所以動嘴巴的時候比較多 嗯 嗯 好像最近才剛打完一個比賽嗎 對 呃 今年其實比較忙碌 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在台北 大家都記得嗎 對 那實際上2019今年是在拿坡里 所以我們剛從拿坡里回來 那成績也還不錯 然後緊接著就是 2020有冬奧 所以我們又去了馬來西亞去 呃 參加這個資格賽 不過很可惜 我們沒有拿到這個資格賽 所以才剛剛回來 因為我們的觀眾群就是比較 呃 文青 對文青 憤青一點類型的 所以我不知道 不打球 錢姐其實是 台灣第一個 進到WNBA 那個算進去嗎 你可以描述一下當時發生什麼時候 這件事情也只有我可以回答 因為到目前為止 全台灣只有我一個人去參加過 嗯 去參加過那個trial 也就是一個 呃 就像是去選秀一樣 我記得我當時去的時候 那時候是 這個感覺好像透露我的年紀 那個時候是1996年 這個NBA 他們旗下的公司 成立了一個WNBA 就是女子的運動 那 那一次我去參加的時候 有200個人 200個人 然後早上訓練 中午訓練 晚上比賽 就是這一個禮拜 一直不斷地重複這件事情 嗯 然後後來到最後一天 要 要決選的時候 已經掛了一半的球 我就很高興 當時我體力還蠻好的 我希望掛更多一點 那 實際上那一次的trial 我並沒有選上 因為我覺得我很弱勢 可是不是後來還有接到一通電話 對 那通神明的電話蠻酷的齁 那個他打來 其實就是 這個Sacramento的這個女王隊 那當時他們打電話來 就是說 我們需要一個第十人 一個shooter 就是專門攻擊 就是專門射手的一個第十人 對 可是那個時候其實 因為回來大概已經一個月了 我的整個情緒 心情都已經調整好了 對 結果所以後來我是拒絕了 所以這件事情 我到底有沒有trial 有沒有選上 就是看你怎麼去解釋這件事 有選上 我們故意不去 不卸去 對對對 我們不想去這種 對 什麼WNBA 聽都沒聽過 對 沒有這樣 那個年代 剛好創立 剛開始的時候 對嘛 所以你覺得 未來的這一輩 是 他們怎麼樣 我們台灣除了三分球 還有什麼其他可以發展的嗎 什麼優勢還是什麼的 對 三分球說實在的 現在 這個curry的出現 改變了整個NBA的一個生態 改變了一個籃球的一個生態 過去我們認為三分線 大概只是一場球賽 大概只佔了這個比例比較低 比較科學化的說法 就是越靠近籃框 你的命中率越高 可是curry的出現 改變了這個說法 改變了這個觀念 三分線已經不再是 好像只是陪襯 甚至已經是 成為比賽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他期望值就很高 對 早期我們可能亞洲的球員 三分線都比較吃香 因為我們個子比較小 所以我們都特別會練三分球 可是你看curry 大家不要看他 他也一百九十幾公分 你看他們現在每一個人都比準的 所以現在三分線對籃球來說 已經是必須的 必須的配備了 很基本的 那怎麼辦呢 我們亞洲特場被偷走 還有什麼優勢 對 沒錯 因為籃球實際上是一個 身高的運動 是比較辛苦一點 錢寫多高啊 我一百七十一 比我高欸 比你高其實還蠻容易的 欸 等一下 意思就是說 就算我去打女藍 我也還是後衛嘛 但是其實沒關係 各位 辣椒要辣 不一定要大 什麼東西 說你小啊 這個標語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你個子小沒有關係 你厲害技術好 三分線準也沒關係 你看那個辣椒 越大根也不一定會辣啊 對對對 沒錯 了解我剛剛那個意思嗎 我咚咚咚咚咚 是 好 那今天其實可以很榮幸邀到錢姐來 也是因為我們這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有兩顆籃球 就是因為我們這一個訪談呢 是由勞倫斯 贊助的一個訪談這樣子 然後勞倫斯在台灣 有舉辦非常多的活動 是 錢姐有參加過 可以大概跟我們說明一下 那個是什麼樣的 好 這個勞倫斯 大家可能會覺得非常的陌生 我在這邊很簡單的 用四十分鐘跟大家解釋一下 開玩笑 好 勞倫斯實際上他在國外 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團體 那他也有一個基金會 那這個勞倫斯在世界各地都有 他們除了辦這些活動以外 他們還深耕到各個國家裡面去 給予一些小朋友一些教育啊 或是協助 那實際上 我們在台灣 並沒有勞倫斯這個基金會 所以呢 當時在三年前 勞倫斯基金會呢 就跟我們的台灣賓士合作 那很有 這個本人很有很有性的 可以跟他們一起舉辦這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我們主要是針對這個 中華基督教這個救助協會裡面 我們針對一些小朋友 一些比較弱勢的 或者是一些家境比較辛苦的 然後利用假日的時候去陪他們打球 陪他們運動 所以我們成立了一個叫做 假日體育班 哇一秒不差 剛好四十分鐘 對然後就我了解 他們的中心理念是說 要用運動改變不論是一個個體的生命 或是改變世界 是 其實這句話呢 是從這個 前南非總統 曼德拉 所說出來的 那他認為呢 運動是有 可以改變世界 改變很多事情的一個能力 所以於是 這個勞倫斯基金會 就到世界各地去 跟小朋友 去從事一些很多的運動 小妹我的這個專長是籃球 所以我們用了籃球 來做了這個假日的體育班 所以他不只有籃球 他有很多個運動 對對對 他們找到各個不同專長的選手 或者是教練 然後陪伴的小朋友 我可以想像 打球可以培養一些團隊默契 可能跟人際關係 可是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什麼 譬如說籃球是一個團隊的運動項目 我們可以透過籃球 可以透過訓練 可以透過小朋友的相處 可以改善他們的很多的一個自信心 我們剛才講的這些小朋友 可能是來自於一些比較弱勢 或者是比較缺乏一些自信的小朋友 我們透過在團體的活動裡面 不只可以達到一種分享 甚至於說激發他 讓他的潛能的發揮 甚至於讓他們得到更大的一個 這個我們講的這個成就感 然後進而去改善他的人際的關係 甚至於說他願意走出來 那進而就讓這個環境 我們慢慢的試著從小 然後再把它擴大 那可是如果有一個人 他人際關係不好 然後他球也打得不好怎麼辦 那就要來這邊跟你聊兩句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其實我剛剛講的就是我本人 這樣子 有沒有另外一個解決方式 就是唱唱歌 因為我們其實在網路上 有挖到錢姐以前出過一個單曲 不是單曲 是唱片專輯 專輯這個 十首歌 失禁失禁 但好像這首歌 唱了唱的心情也會比較好一點 教大家當個快樂高手 一起來聽一下 天啊 要是在幾年前喔 就是我的朋友去KTV 如果點這個我都會很生氣 就會打他 對我都會很生氣 對我都會很生氣 但現在好多了 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不紅了吧 所以就會覺得無所謂了 沒關係我們會再掀起一波瘋場 對對對 然後我們今天剛好也機會非常難得 錢姐來到現場 我想要 就在現場有沒有辦法 帶著我們 就像帶那群學生一樣 然後我們學習 怎麼透過運動來改變 我們的脾氣或是人生 這麼正向 對對對 超級正向 好啊當然可以 絕對可以 好那我們就移動場地 OK OK 這個機會實在太難得了 所以我想要首先請教一下 有一招 在NBA裡面很常用的 尤其是James Harden 我想要學 就是後側步 喔 對可以先 這個有哪些訣竅 很簡單首先你必須要有大鬍子 大鬍子 哇 可能有點困難 找不太出來 OK好吧 那實際上後側步在NBA 的確是現在是很多人都非常流行的一個動作 嗯 那你想學是不是 對我想學有什麼訣竅 我不會 蛤 會啦會啦 會會 開玩笑開玩笑 我們近一點好了 OK好 好不好 我先我先防守 我們先防守 實際上這個後側步指的就是說 除了這個步伐 向後退 最主要是要讓攻擊者跟防守者之間 產生一個距離 進而達到一個可以投射的一個機會 有距離不是感情就會散 算算算沒事 好所以 OK譬如說我舉你 譬如說我現在這樣子要攻擊你 然後這時候此時馬上退開 造成一個空間 這樣子的一個 然後就可以投了 對 所以真的我是可以這樣撞 這樣是沒問題的 當然可以啊 多大力都沒關係 你是不是想換別人來做 沒有沒有沒有 誰想來 好 所以我先試試看喔 對我來防守 真的喔 對 對很好 喔 很好很好 故意的啊 效果啦 效果 沒頭進了 這樣嗎 產生一個距離 當然就是一個 那還有一種 譬如說像我們看到的哈登 多數都在比較外圍的時候 他是透過他的運球 做後退的投 對啊 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的訣竅跟剛才 因為這不能推人嗎 還是也可以推 我這個只是 我只是跟你之間 我只是 我們講原柱體 我只是靠在你的身上 但我沒有硬推過去 你知道嗎 對推之後 然後往後跳 產生一個空間 而不是把你推開 是我自己彈開 OK好 所以後退只能推一步 對不對 你可以 哈登的其實有一點 他好像是有一點就是這樣子 對 不能這樣 你很厲害 這裡 這裡有點耽誤你了耶 真的嗎 所以這招在球場上 裁判也會欣賞我 實際上 哈登做的的確是有點像走步 他是退兩步 對 你稍微多了一點 多了一點點 但我們退一步就好 對一步就好 試試看用運球的方式 OK好 是不是我如果假裝要切入 會比較容易把別人吸過去 你不會 我不會 會啦 會啦 會會會 一定會 因為你多做一點假動作 我一定 防守會跟著你做一點 所以我就會這樣 很會演 OK好 所以這樣就拉開距離 那這個要怎麼應用在 青少年的煩惱呢 我覺得有 中文有一句話講得很好 就叫做 退一步海闊天空 喔 對沒錯 所以我們接下來發明這個東西 就叫做 海闊天空的後側步 任何青少年 如果你有壓力的話 你只要在 使出後側步的那瞬間 喊出那個讓你非常生氣的東西 然後投出去 近了 你壓力就不見了 欸這是個好方法 還不錯對不對 所以 錢姐有沒有 很討厭什麼東西或是人物 有嗎 香菜 所以隨便想要 又討厭什麼香菜之類的 有嗎 我也滿討厭香菜 你很討厭香菜 up top 好 所以我們如果想要克服 對香菜的這個 厭惡 那就海闊天空試試 海闊天空的後側步 好 我剛才已經學過了這個 後側步的技巧 所以我就這樣 欸欸 假裝沒事 假裝要切入對不對 欸欸香菜 原諒你 好好好 不吃不吃 絕對不吃 這樣有沒有辦法讓青少年更加 我覺得 沒有辦法 當你投進的時候我覺得 那個就自信心產生 你就會再也不懼怕香菜 我也這樣覺得 但是你必須要投進 要投進 你要投進 好我想一個比 香菜更討厭的東西 然後我想要原諒他 好 OK好 準備了 OK好 我把你當作賀龍 好 我是賀龍 我是賀龍 辛苦了 辛苦了 很像 就是那個樣子 他就是這樣 這麼討厭 對 賀龍 我把你當賀龍 好來喔 再一次 賀龍 我原諒你 哇 哇 心中的重擔 都被放下了 好了 各位觀眾 我們再次掌聲謝謝賢偉圈 賢姐 如果你支持這個理念的話 下面會有資訊欄 我們歡迎葉雄 秋吉桑馬上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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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